哈囉 大家好 我是時恩 我現在位於澀谷 那我們今晚住誰家 今晚住這間 位於澀谷的 Master Hotel Shibuya 那這間店在距離澀谷車站 差不多不行8到10分鐘就可以到了 算是接近車站 但是它又算是有點近郊的地方 所以人不會到太多 有點像是膠囊 旅館 And 輕旅的一個飯店 所以它的房型是很複合性的 但是有一點比較小小的可惜地方 就是它沒有自己的一個衛浴設備 所以它很多洗澡的地方 或是廁所 都是跟別人一起共用的 那它其實就是像青年旅店這樣 那它這下面呢 它還有一間是屬於自己的 用餐的地方 然後有早餐 晚餐 咖啡廳 還有晚上也會變成bar 那這間店呢 其實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是 它裡面都會入住一些 青年的那種藝術創作者 然後他們創作呢 就會在這個青年旅館裡面創作 然後呢就會帶來一些可能 文藝氣息啊 或是美術的那種感覺在這邊 那我覺得這間飯店呢 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的櫃台啊 應該是請外國人 所以他們的英語非常的流利 就像我來日本了好幾天 然後去櫃台用英文 跟他們的對話的時候 其實是不太流利的 就是不太能夠對談的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日文講一點 然後英文講一點 但是這間呢 他們的櫃台員工啊 他們英文講得非常的流利 然後也會幫我們的事情處理得非常的好 然後對 我覺得剛剛那個小哥是滿親切的啦 他這邊的房型啊 我上網查的是 那時候差不多是 8000日圓到20000日圓都有 就看你自己想要住什麼樣的房型 那我們就馬上來開箱 今天這個飯店吧 很多網美都會在這條走廊拍照 等我換完 換完裝我們再來拍照 他們就站在走廊這樣 好 我們現在來開箱我們今天所住的房型 我們今天住的呢 是上下鋪 那我自己是睡上鋪 我剛剛其實已經上去躺了一下 我覺得那個床有點硬 然後那個棉被摸起來 就是有點粗糙 不過呢 他這邊有給一個拖鞋 我覺得還不錯 他這個拖鞋滿實在的 就是他是皮做的 而且啊 他不像有一些飯店給的那種拖鞋 是紙拖鞋 踩起來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感覺 很怕踩到水 然後你的腳就會整個濕掉 那我們就是 等一下準備來去看一下 這邊的公共設施 好 我們到 到這個地方 這個電器車有多7樓 喔這電器車有多7樓 那我只能按這裡就是 我還以為我還以為 我剛剛還以為我要從這邊上去 你知道嗎 我想說 還特別 可是6樓的裝潢好像特別 不一樣 你看他9萬18拐的 我嚇到我了 我被那黃色嚇到 趕快測 趕快測 其實蠻漂亮的耶 我想去旁邊看一下 這邊就是西燕的地方 所以晚上啊 就會看到我這邊這樣 而且你看這邊的風景 其實很漂亮耶 然後啊 他這邊啊 是下午3點 確認 然後 早上10點 他比其他飯店還要早 10點就要確認了 所以今天晚上可能也不能睡太 就是太晚睡 還蠻chill的耶 然後他3樓這邊啊 就是有一些販賣機 然後有這種微波爐 然後洗完塊的地方 他就像一般的青女 這邊有鋪一個冰箱 然後你買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放在這裡面 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電視 晚上來這邊 看能不能找到國外的朋友 對啊 感覺會不會有 有外國人來這邊 聯誼這樣 而且 他這邊是一個公共空間嘛 他怕大家手機沒電 看他這邊座位 下面這邊 他有這種插頭的插座 就是可以讓你 馬上就可以立即充電 而且這邊應該也是 這個 這應該也是吧 你看 一拉開 就是隨地充電 不是隨地大小便 好啦 早安 我們現在呢 在這個 Monster Hotel裡面的早餐店 然後這個早餐店的餐廳呢 它是有分早餐 午餐 晚餐都有的 那我們因為現在時間 就只要吃早餐 那早餐的最後點餐時間是10點半 所以你卻要完之後10點 然後就可以進來這邊直接點餐 這個飯店呢 住完了 那我整體的來講解一下 這一間飯店 我覺得這間飯店 它的缺點就是在於 它的房間的空間實在太小了 小到我覺得 我的行李箱根本放不下 然後再加上它的 check out時間是10點 所以說我在那邊 在他們的房間一個狹小的空間 要整理東西的時候很麻煩 然後又要趕著10點之前下來 就是讓我覺得說 沒有到非常的方便 除非你可能住裡面 比較大間的房型 其實它這個地理位置 是處於在澀谷 然後離澀谷車站10分鐘 交通上算是四通八達 就是你要去元宿 去新宿 到哪裡都算蠻方便的 我覺得呢 這間飯店以它的CP值來講的話 還算是挺高的 因為它的住宿 就是一般青旅的價格 不過它的這個價格啊 在台灣的青旅可能可以住到更寬敞一點的 房型設計的比較狹小 然後再來一點就是它的衛浴設備啊 我覺得可能有一些潔癖的人 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是因為我發現它有一些小小的細節 沒有處理的很好 就像是它的抽風口上有灰塵 或者是它有一些黃字的地方 它可能沒有在做清潔 不過對我來說 這些點都算是無傷帶啊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這間店的風格 整個風格就是一個很現代啊 然後櫃檯的人員也是那種 他們很有個性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蠻喜歡這邊的這種文藝氣質嘛 連它裡面餐廳的老闆啊 我都覺得哇就是很有個性的感覺 而且它這邊啊也可以寄放行李 它就會給你這樣的吊牌 然後逛完街再回來拿行李 其實是蠻方便的 不過啊就是注意一點就是 不要像我們的小編沒有帶牙刷 沒有帶牙刷 它這邊的東西都是要自費購買的 付錢去買它的牙刷或是什麼的 今天住誰家住的這間Monster Hotel 我覺得還不錯啦 我可以給它三顆星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可以按讚 然後不想錯過更多影片上新內容的話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